变种毒株双管齐下,感染力度千倍升级,死亡速度加速 给人类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伤害 更有哪些危机或是单单威胁人类的生存 面对浩劫,人类当何以自处呢 大家好,我是启文 当前的疫情感染速度剧增,死亡速度暴涨 仅仅扣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但鉴于大陆灰珠燕事件很有喜感的前来搅局 一下子吸引住了舆论的焦点,世人的目光 但首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疫情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百姓击种了疫苗 甚至是欧洲和美国都已经打盘疫苗了 我们似乎都会以为疫情死亡人数应该慢慢减缓了吧 但是远远不是这样 死亡人数还在增加,而且年轻人居多 据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统计数据 截至7月16号的下午6点30分 全球的新冠病毒病例总数超过1.88亿 死亡人数406万人左右 为什么这么夸张呢 那是因为,印度达尔塔病种病毒 是期间为止传播性最强的病种病毒 英国病毒学家表示 印度达尔塔病种比其他的毒株具有更多的突变性 比英国阿尔法病种的传染性高60% 其他的证据还表明,该病种可以部分躲过 感染或接种疫苗后产生的抗体 截至今天,一共有106个国家报告了达尔塔病种 现在它是世界最常见的病种 占了这些国家染疫病例的90%以上 达尔塔不止感染速度比原始病毒快了225% 更可怕的是,在呼吸道内的复制速度 比原始病毒快了1000倍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病毒基因组分析论坛病毒学7月7号刊登报道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研究报告当中提及 达尔塔病毒株在人体呼吸道内复制速度 比原始的病毒快了1000倍 此外,原始武汉肺炎病毒 从感染到可被检验出来的时间需要6天 而达尔塔病毒患者只需要4天 广东省广州市在5月21号至6月18号爆发达尔塔病毒疫情中 中国研究人员将此期间确诊达尔塔病毒的62名患者 与2020年早期染疫的确诊患者进行了对照 结果表明达尔塔病毒可以传播速度更快 目前达尔塔病种病毒正在世界各地肆虐 广州一年内第三度封城 云南瑞丽全城封城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云南当地18岁以上的民众 完整接种率已经是97% 但还是南地达尔塔病毒入侵 特别是印尼 印尼新冠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早已突破5万例 过去的三天 印尼疫情连续刷新单日新增病例数记录 过去10天中有6天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创新高 当地媒体援引印尼卫生部长古纳迪表态报道称 让已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实施自我隔离是存在问题的 许多本应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因为医院床位已满而无法入住 此外 医护零年感染死亡严重 印尼目前缺乏约3000名医生来应对当前迅速蔓延的疫情 医疗资源的不足 患者得不到及时的照顾 政府推出免费的远距离医疗咨询 并发放药品包给在家隔离的弱势民众 有超过四分之三省份的衰减率低于WHO的标准 许多专家认为疫情远远被低估 更可怕的是 疫情死亡人数从0到100万用了191天 而从300万到400万只用了80天 专家预计 接下来的50天内死亡人数将可能突破500万 死亡速度大大加快 正当疫情如火如荼石刻 上周大陆的灰州燕事件却一败大大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大陆安徽省灰州燕酒店老板娘叫嚣 狗命比人命之前 竟然引发肿怒 7月2号的下午1点左右 中国大陆安徽省灰州燕老板娘 饭后到小区楼下遛狗 没有拴绳 结果小狗跑向了一小男孩 小男孩的母亲与灰州燕的老板娘随后发生了争执 相互扭打在一起 纠纷引来的警察 老板娘当着警察的面还叫嚣 说谁要敢弄了她的狗啊 她就会弄死人家的小孩 警察劝其别太狂妄了 灰州燕老板娘就说 我就狂怎么了 不就是想要钱吗 老子开了好几个灰州燕的酒店 几千万我还赔得起 这位女老板的核心呢 有两点 一个是她的狗命要贵过人命 另外一个就是她很有钱 所以狂 灰州燕老板娘 中狗亲人的言论呢 引起了大陆社会网友的广泛讨论 虽然灰州燕多次出面道歉 但是该事件却越描越黑 关于灰州燕的黑材料呢 也是越攒越多 首先灰州燕餐饮公司发表声明 会对六狗女子进行解聘 然而灰州燕的大股东 盛某就是六狗女的丈夫 解聘等于隔靴搔痒 灰州燕老板娘外甥的言论呢 更是帮了倒忙 不要被断章取义了 明白吧 我姨现在马上都抑郁了 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姨说了要请律师了 我二姨要请律师了马上 知道吗 你别洗了越洗越后 我没有洗 你们又不相信我 我跟你们说一下来龙去脉的事情 狗狗它真的没有恶意 你们是可能没讲嘛 说实话 我二姨那条狗确实挺直前的 我说实话 好吧 七十多个W买过来的 只是那啥的 退役的小狗狗 他解释说 老板娘因为灰州燕事件 已经有点抑郁 关键是狗啊 确实不是普通狗 价值七十万 此一番话 直接将老板娘推进深渊 真的是错就错在太有钱了 紧接着质疑灰州燕偷税片税的 为富不仁的 服务不好的 口碑欠佳的 总之呢 是讨伐一波接着一波 转眼间 一个年营业收入超千万的餐馆呢 因为一只狗彻底的凉了 老板娘还没有从看守所出来 饭店就黄了 成败转讯之间 灰州燕的梁 离不开大陆网民的口诛笔伐 也离不开决绝的 棒不成百姓 事发之后 数百名的网络主播 直接将灰州燕门口 为的水泄不通 甚至连交警都出动 到店门口维持交通秩序 凌晨依然有人 在关注灰州燕店内的变化 唯独灰州燕的行动 也沿到整个大陆 总之 不管是不是女老板的灰州燕 凡是贴着灰州的饭店 多少都受到了波及 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会问 这两起事件有什么联系吗 其文觉得是有关系的 当人不如狗 人命不如狗命贵的时候 再联想到当今这个世界 越来越多的害人听闻 甚至屠材害命 用钱满命 更甚至活摘器官 以牟利的时候 他折射的是 无法抑制的 时封日下 道德沦丧 俗话说 人不知天智 人类怎么可能没有劫难 又拿什么来抑制 劫难越燃越烈呢 我不禁想起 过去做过的 关于预言家的预言节目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 所有的几大预言 都指向了今天的末日浩劫 让我们再来盘点几位著名的预言家 他们对当今社会做出的警示 16世纪 法国有一位著名的预言家 诺查丹玛斯 他准确预言了人类史上的很多大事 包括法国的大革命 世界大战 希特勒的上台 美国的911恐怖行击事件等等 在他的初世纪中 他还预言了全球大瘟疫的出现 2021年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一年 他写道 在人类经历了巨大的灾难之后 将面临着更大的灾难 他还预言 没有多少年轻人 一开始就死了一半 从他的预测来看 大瘟疫淘汰的人数将会非常之惊人 另外在上个世纪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预言家 名叫珍妮杰克逊 他曾经准确预言了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唐山的大地震 英国首相丘基尔 于1951年再次当选首相等等事件 因他对事件的准确预测 是他想要事件 他在生前还预测了 一件事情 那就是2020年世界会出现 善恶大决战 他说在这场善恶对决中 人世间会经过一场激烈的洗礼 人类凭着对创世主的 虔诚信仰得到重生 人类对神的信仰也会得到复兴 但是这场善恶大决战 将会既痛苦又漫长 如果人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会缩短痛苦的期限 目前 阿尔法毒株 β毒株 卡帕毒株 和Delta一样 均是新冠变种 分别在英国 印度 伊波尔出现 英国卫报近日报道 比利时一名90岁的老妇 被发现同时染上了冠状病毒的 阿尔法和Delta病毒株 起初的血氧能度良好 后来病情急转直下 就一五天后不幸死亡 7月13日泰国举办一场大型的选美比赛 台上台下竟然不戴口罩 爆发了集体感染至22人确诊 其中多人多重毒株感染 自7月份以来 世界变得格外的不太平 台海危机 东西方较力 四川的洪水 股市大跌 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印证着安能格的预言 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6月16日发布的一期最新的视频 阿南德说 6月20日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些事情将会在这个时间点内发生 很多事情都会从此发生改变 这些事情有一些是肉眼所见的 而另一些人们可能会无法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从6月20日到11月21日 甚至是更久远的一个时间 肯定会有非常特别的事情发生 阿南德说 到了7月份 这种动荡和不安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到了2021年的9月到11月份 事情将会变得更加的糟糕 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不利的一段时间 此外 这次阿南德又预言到经济 他说 经济在2021年的6月20日到11月21日期间 我们的经济很有可能会非常艰难 在阿南德前面的数次预言 也都提到了经济问题 只是疫情吸引了人们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力 忽视了经济问题 即吃饭生存的问题 饥荒也许将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 六百年前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文 全文近五百字 预言了今天的几难 其中有诗云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贫地无有五谷重 尽防四野绝人烟 若问瘟疫何时限 但看九冬十月间 诗句又说 一愁天下乱纷纷 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胡果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 通篇非常引人注目的 一是死亡 二是饥荒 瘟疫感染死亡 是愈演愈烈的事实 而饥荒的来临是一个渐渐浮现的过程 目前尚未引起人们的真正关注 在新冠疫情 大型蝗灾以及极端气候的相继的冲击之下 全球的粮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联合国多次发出粮食短缺警告 呼吁世界各国做好相应的印度之策 随着疫情的愈演愈烈 全球粮荒也越来越严峻 7月13号 联合国五大机构发布了今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状况 上面的几个数据让人感到极其不安 目前全球共有6.2亿人正处于挨落状态 一人增长了1000万 五人增长了6000万 算是有专家预测 由于疫情这个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到今年的年底 长期饥饿的人数将增长1.3亿 而且这还是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的结果 在距离发布这份报告的两日之后 联合国再次发出预计 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的饥饿危机 世界临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全球疫情的迅速蔓延 使得产粮国产量大幅度减少 出口国开始限制出口 提高粮食的价格 减少粮食的输出 而进口国受疫情影响 财政大幅度缩水 也无力购买 在这场世界粮食危机中 经济落后 粮食纯进口的非洲首当其冲 饥饿指数大幅度上升 35个粮食进口国 在巨峰东非黄灾 非洲南部东部的干旱 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雪上加霜 目前该地区的饥饿人口 已经达到2.4亿 甚至在一些国家超过70%的人口 都难以获得食物 在忍受饥饿 有报道称 科学界目前有7个 可能毁灭世界的实验 三文一体实验 炼臭甲丹包军实验 一流星鱼实验 倒热病实验 大型强子对装机实验 地外文明探索计划实验 按物质观测实验 其中的三文一体实验 和一流星鱼实验 就是核实验 目前已经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 毁灭大杀器 而第四种实验 倒热病 格外值得关注和忧虑 倒热病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美国为了打击苏林 就曾经想把倒热病的病原体 做成生化武器 总共进行了31次的实验 倒热病与人类的身体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只是一种发生在 小麦和水稻上的疾病 虽然这种疾病 不会对人类产生 任何的直接伤害 但是它却会造成 水稻和小麦大量减产 间接影响人类的生活 如果真的把这个炸弹 投放到一些农业国家 这个国家就完了 据说实验室毁灭了 所有倒热病的病原体 但人们怀疑 倒热病毒株 没有完全被毁灭 只是被封存在实验室里 不仅美国有 其他的国家也可能有 过去史前文明的毁灭 有的就是核战争造成的 私欲和狂妄 有时候真的会使人类 自我毁灭自己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人人自危 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 打破了人的基本需求 安全的需求 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没有了安全感 恐惧 失眠 焦虑 抑郁的情绪不断上升 人人都在承受一场 严峻的生理和心理考验 尤其是疫情日趋激烈 封锁遥遥无期的时刻 抑郁渐渐成为 威胁人类的重大杀手 韩国中央日报 6号援引一份调查结果称 在三个月之内 有两名的外交官自杀 新冠抑郁症 困扰韩国驻外使领馆 在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之下 83.9%的韩国成年 受访者有过抑郁症状 研究神童安安德 7月13号 在最新的视频里 分析了造成抑郁的7个原因 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安安德说 目前全球总共有 2.64亿人都患有抑郁症 还有超过7亿人 患有其他精神类疾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就是要 借助药物来缓解症状 但是很少会有人意识到 这个行为只是在给药企送钱 并且它在给那些 穷人带来了无穷的痛苦 那么抑郁症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安安德把抑郁主要归结为 业力的作用 生活的长期幽闭 无神论者内心没有依靠 造成的悲观主义等等 安安德认为解决办法 除了亲近大自然和土地 远离手机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设备 服用如甘草根 莫里花和印度的藏花 以及抵抗抑郁症的草药等等 除了早睡早起之外 最为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信仰神找到依归 自杀是否意味着我们存在的终结呢 安安德说 其实一个人在自杀之后 他们是不会投胎到 下一个孩子身上的 有一段时间里 他们会被完全困住 无法体验任何事情 这将是一段沮丧和悲伤的时期 所以对于那些 想要自杀的人来说 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事实上 自杀还会造成很深很深的伤害 而且自杀呢 并不意味着终结 人在这之后 还将会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必须拯救 每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 我们应该尽力而为 不允许任何人想这样的事情 但是祸福相依 危难中必有新的生机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应该坚定的相信 当我们的心情走在良善之路 当我们谦卑的阳望大自然 将赤死之心 掀起给伟大的创世主的时候 一定会柳暗花迷 木然发现 却有一扇新生之窗 正为我们打开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今天聊的话题 大家伙是否也有自己 有趣的观点和智慧呢 欢迎您在下方留言 也期待您的点赞分享关注 谢谢有你感谢你的陪伴 我是奇闻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